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消息,云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将于2024年11月1日起正式执行。 规定第九条指出,不得安排京期女职工从事国家规定的京期境界劳动。 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向在职女职工每月发放不低于35元的卫生费或相应价值的卫生用品。 企业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,患有重度痛经的女职工经医疗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,经期给予一至二日的休假等。 目前,上海、广东、江西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商西、浙江等多个省份都有痛经假的相关规定。 云南将实施痛经假的消息,再次引发网友热议。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妇科组织医师陈一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 女性在痛经严重时,会对日常工作、生活产生很大影响。 来月经的时候,下腹的坠痛或者甚至有腰痛这些都属于痛经的范围之内。 有一些痛经痛起来的话,真的是坐立不安,甚至会疼到吐这样一个情况,确实是比较影响工作和生活的。 陈一文介绍,痛经的程度与个体化原因及病变严重程度有关。 更重要的是,痛经作为一种症状,提示着身体可能已经出现了某些问题,应及时到医院检查,排除病理性原因。 痛经呢,它翻成原发性的痛经和激发性的痛经。 激发性的痛经呢,就是说后面一开始不痛,然后到后面慢慢越来越痛这样一个情况。 这种呢,很常见的是因为一些病理性的原因引起的,比如说是巧克力囊肿啊,子宫腺积症啊,腺积瘤啊, 那么可能会引起一个痛经的情况。 那么这种情况呢,是需要及时的来治疗的,不然的话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后果。 这些能检查出来的有问题的,都需要及时的重视。 即使是没有检查出来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,但是痛得很厉害,已经影响了这个生活工作的,那么也还是要干预一下。 医生建议,如果只是偶尔性的痛经,可以通过保暖,喝热水,或是吃止疼药等方法缓解。 来月经的时候,以及月经的前后都要注意保暖,衣服要穿足够啊, 然后呢,不要吃冷饮,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,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还可以喝一点热水啊,我们传统的这些姜枣茶呀,什么这些都是可以的。 痛经的时候也不建议各位女性就一直躺在床上,因为躺的时间太长了,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。 而且不利于精血的流出,还是要适当的起来活动活动,让这个精血流出来,那么是有助于缓解痛经,以及经期的不舒服的感受的。